大家好,又回到动漫成俊公足球的香港波士段 因为今周的赛事要打青银杯和银牌的四场赛 港超联赛事将会暂停,亦有被战香港队的男子队和女子队 亦等同一天,31号会举行散港杯 女子队举行的散港杯将会一句回合,稍后我们再说 先说青银杯,青银杯刚刚在假期的时候,踢了两场赛事,A组和B组 25号那场波是元朗对着流浪,一比一把声平手,在元朗大球场 入场人数也有400多人,会不会下跌了? 也不是,你还有一件事,元朗一向多人看,就是他本身人看 这些长假期,很多回乡、出海 另外,不想晉旗对着黄大仙,黄大仙终于取得今季的盛气支援 第一场信力 在旺角大球场打,也有400多人入场,但买票只有200多 回到高级组银牌,先说银牌之前,青银杯有没有事情可以分析? 不如李sir说元朗对流浪,分日说晉旗对黄大仙 就是元朗对流浪的,其实那场球,就是说实力来说 就是差不多的,问题就算是流浪高一点的,但始终因为 因为那个人里面那个,都是一些年轻的球员多,就变成了你的水准不稳定 发挥都要临场才知道的,就像之前精英杯曾经流浪赢过东方 也都有一些很丑陋的成绩都不顶 但在这一场的球员,你就当好像青年杯那样看 再加上这场球员来说,就是在元朗来踢,他有主场之利的时候呢 球员的信心都会强一点,打成和局都是合理的 我相信某一些球员来说,可能是鸡肋,但某一些榜美的球队来说 尤其譬如说,他走了一些重心球员,例如李智鸥又走了 就借着这些杯错词错词,就重新收拾过队球了 其实刘浪就问题不大,因为始终他是年轻球员 他就当成为青年杯打,他就给多一些机会 因为他最近这几届来说,他都不说 就是不要说这几届,十年八年来说 都不是说争彪的队伍来说 他的目标一直来说,都是怎样去培养青年球员出来的 他目标已达就可以了,他又不是说一定 当然就说,不是说不想赢球员,或者怎么样 他,你打得到就打了,没有说怎样特别压迫 反观,他们你会见到很多机会给新兽表现 那行不行,你们自己做法了 你们自己想不想到他的队 阿芬,梦想晋奇那时赛前来说,都看好他高观赛 但在那场游出现了,就不要说爆冷 黄大仙亦都取得这个胜仗 因为黄大仙和晋奇,大家都是年轻球员为班底 黄大仙一直都没赢过之前 我想是趁这个机会,所谓拿回一个较好的成绩 因为如果再这样下去,就是球员本身 因为正正是大家都是年轻球员 所谓的大家表现,各样东西 我觉得黄大仙在这一场球的表现 他都觉得应该是时候,有所发挥 因为如果不然再输下去,黄大仙这个地区 这一队就会比较危 当然了,我们之前都说过梦想晋奇这队球 在之前大家年轻球员的那个 斗角收马里面,不差的 当然了,在两队球的比较里面 只是在临场发挥,临门一脚 即那个把握在这里 其实我又不是这样的看法 我就觉得这场青鹰杯 梦想晋奇对黄大仙 基本上梦想晋奇,他不会刻意去赢 因为老实说 对他升班、降班是没有影响的 拿不拿个杯赛,他去到尾 他也都没有信心去赢到,拿到 但是在此一刻,他输了给你,那就输了 那不是代表他一定出不了线的 对吧,因为他出两队,再打 他会打多两场球 其实老实说,他真话 在这些班尾打多一场,就亏多一场 老实说,没什么益 不如他专心点下去,专心点下去 搞完赛 这些球,当是练球,操住他 对不起,我想补充一点点 听完李sir这样讲的,就是 讲些心底话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青青杯的赛事 正如所说,踢你都没用 没意思的 没意思的,所以我不明白 当然,作为球员,有机会 就是所谓正式比赛 有三个球阵安排给你 足种认可的赛事 但是 我 赞成一下李sir说的 就是踢你球员自己的每一场 其实你会看得到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那个联赛那里来说 他的成绩不是太幼 他他他会觉得 喂,我不如做好一点 这个联赛好过 这个青青杯 去到 觉得 好说不好听 觉得初一未必过到15 我不如要他用来 保持球員的比賽狀態 你留心看一下 這場的聯賽已經很久都沒有踢過 他就被迫著踢 又不希望受傷 聽到你這樣說 藍華應該很開心 李Sir 因為夢想正奇打了兩場球 剩下那場球就對藍華 藍華就陰棗回船 輸了給飛馬 他現在跌在榜尾零分 反而黃大仙還有三分待著 你聽我說 藍華一定會開心 因為反觀飛馬還要當黃大仙 黃大仙可能拼命踢都不頂 他好像想法不同 黃大仙現在拿三分 引起他的興趣去贏科場 他就把飛馬撥倒了 他上去就出線了 大家的想法是不同的 是 可能他覺得我打了四強 或者我可能偷雞偷到的 都不頂 不知道的 是吧 但是夢想正奇 你會覺得他們贏得到就贏 他不會很刻意去贏 因為始終他不是兵員很足 都是年輕人多 是 變成有什麼事 受傷要影響日後的聯賽 因為他現在排到第四位 他好運一點的 上去第三都可以有隻 不是好像第四都有杯 他現在也有杯 握一下就好過了 他跌了下去 輪為鋼班的 沒有意思 我在那裡會保持好 最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目前他的對手 競爭對手 不是好過他 相反就算飛馬也落後過他 為什麼不是這樣做呢 你說剛才說 有得爭一下 基本上這次真的有得爭一下 剛剛打完銀牌裡面 灌中南區真的爆爛 就贏了這個傑子 就2比1 這場球票房也挺好的 起碼來說也有1,700人入場 基本上是 先講講這場球 那時候南區我記得 我有看現場直播 是先吃著兩球 然後傑子才追回接近紀錄 後來都是不能夠追成平手 但是大家怎樣看傑子這場球 李Sir 其實有很多人說 喂 是兄弟球來的 是否放水 我就不覺得傑子會放水 為什麼呢 現在在聯賽 他也不是處於一個有利位置 去到尾 他可能真的不幸運 爬也是拿不到冠軍 第二 不是味道 大哥 以他們那個 就是班主那裡來講 不是望這個 最好是四大錦標都拿了 大哥 搞下去 一個都拿不到 就是很收家 所以他一定不會放給他 但是問題內何 可能上一場球 對南華一場聯賽都會打散了 那些人沒有了 你又怎樣 還有一件事 一場杯賽他還要考慮很多 也未必他輸出不到線 他還有得打 他兩隊 他輸一場給你 他有空間 就是跟著一場對手 他贏的機會很大 我記得 他拿去 他又出到線 再打都未遲 不需要急 我想 就到 即是沒有想到輸得 輸是真的 輸到才要這麼辛苦 要去追追追追不到 那意思而已 正如李sir這樣去分析 南區對決志 我想說 那個賽制為何會去到這樣 因為去到這樣 就會形成了 有些球 作為教練或甚麼都好 就會有所謂的部署 這場輸了 但是球迷可能想 會覺得為何會有淘汰賽 一場過增加刺激 但是為何會有這些 劇源輸了 再來 變成有些好像是 一路空轉 例如我想去看 原來他沒有所謂 我是在為球迷 我想他 原來他 救救急急急急 又輸了 我就覺得 踢的人都會覺得 沒甚麼所謂 教練也好 你安排誰出去 這場球 不要緊 小心點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我們去評論的時候 當然是希望 那場球有譚恨的價值 又說那球球的組織 差一點點 我們希望是這樣 但是現在談下來 其實也有譚恨加席 那個加席是怎樣 現在有空間輸 也有一件事 就是我給他那三分 等他們幫我打那些 是 都不頂的 如果是這麼高 不出奇的 不出奇的 有甚麼用 是吧 很簡單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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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眼了 下一場 男舉對 第二對 沒心機打 贏了都出不了 輸了就輸了 有得他 免得節省一點獎金 是吧 有甚麼那麼出奇 是吧 本方遇到 贏了都沒有 這場獎金都沒有 或者正常 劇波人仔 望錢 是吧 很簡單的 這些事情 跟著現在 有些特別的 那些區那些是這樣的 那些 那些搞球的人 不是那些 是 贏球的人 很開心 他這場 贏了 結智 他有機會 下一場 多出些獎金 立刻走去 可能在香港仔 大家 跟街坊說 喂 大家知道一下 幫忙 我們今次 如果贏球 就有個威的 是這樣的 那麼出奇 是吧 那些球員 又說 拚命一點 贏更多獎金 這場 那麼不出奇 很多事情 沒有人知道 計不到這條數 所以是因為 香港這個球圈 是很特別的 一些事情 太小了 是 說回這場 跟著下來的那場球 就是 東方對南華 昨晚剛剛打完 一比一 肯快 時肯打成平手 加時也很緊湊 因為當時阿華 亦少了一個球員 是 曾經試過 追成二比一 但後期很快 三分鐘後 被街坊追成二比二 後來打到 互射十二碼 那一層 後來都是東方 贏了 也都是 牛園 成為首名的 女的統帥 特打 香港 杯賽的決賽 如果能夠 東方奉一杯 他將會成為 香港歷史 學阿芬說 第一個 一定是第一個 女統帥的冠軍 其實這場球 老實說 射十二碼 也好 怎樣也好 應該是東方贏的 入球都比人多 雖然正常 主賽二比二 但那些 入球 藍華實際入 入得一球 然後射十二碼 還輸 應該被人贏的 但老實說 你這場球 就是 輸球那裡 就只怪一件事 入球球是你入的 但搞到長球 那麼打小的人 也是你搞的 相對這裏 東方那邊也是 喂 長球 搞到那麼辛苦 要踢就是你 你放一個烏洞 搞到我們落後 他又追回 又是他 這些很奇妙的踢球 所以足球就很怪的 引人入聖的地方 就是這件事 搞到最後 打爭打死的時候 要射仇願客 其實老實說 真話 在落後人數的時間來講 難說很大段時間 是 半場加上 那個 掠加時 超過半場的時間來講 那你半場加了 上下五場 15分鐘 30分鐘 我當那裏半場 多些你去 30分鐘 你差不多 換句話 你正踢場 正常的比數 82分鐘 你可能等50分鐘 但是人數少的時候 是70分鐘 所以他們 其實 去到42馬 就要降暈 其實他們都打得不錯 不過 雙方搞成這樣 就 先決到的時候 真是 辛苦些 兩邊都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出現 阿芬呢 我 我覺得 有趣 當然 東方贏了 南華 我看報紙 就說 陳少奇 在她的Facebook 向購謎道歉 她捨不入 其實那樣 就是 你所說 去到12馬 就 沒有說 就是 沒有說誰好運 不過 意思就是 就是 賽事會這樣 我突然間有個特別的想法 就是 南華這對球 這麼特別 這麼有趣 就是說 可能給 因為她最多球迷 就是巨民 巨民她是最多球迷 不是一向都是最多球迷 對不起 我不是巨民 不好意思 我不是南華球迷 我是球隊的球迷 我會覺得奇怪 就是那個班主 我們知道 她不是所謂的球圈人 她是一個商人 會怎樣去看南華這隊足球隊 我突然間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為什麼呢 可能 誰搞都是 我搞的 我當然希望她有所表現 有所發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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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拿個氣勢的 但是 我 環顧今年南華的球 她們可能贏完一場之後 她不知為什麼 她又會 輸了 在另外一場 兩場 好了 另外說完之後 她那個 又會贏一場 很厲害的 另外 會在記者那裏 會有些 球圈 不是 球隊裏面的消息 湧出來說 和教練為何會安排這樣 這個 打那個 突然間有 某一個球員 告訴你 將會 加盟哪裏 那裏 咦 這麼有趣 如果我是球隊老闆 怎麼會這樣 因為 我當然是拿了一些 所謂的 一些強兵在我手上 有些什麼 儘量都是 自己知道 好過不好 但是 很多時候我們去看的消息 就是 我們在新聞那裏知道 看她的那些 就會發覺 咦 這麼妙 這麼有趣 又有個消息 又說那個伊達 又說要 你對 又說 那 踢踢踢踢 又少過 你又說 跟某一個球員簽了合約 因為我們之前都已經說過 就是 很有趣的消息 會令一對球 在某一個比賽之前發生 這樣就會導致 其實都不是很有趣的 這對球 這個 其實在球圈來說 或者 在足球這個世界來說 基本上 絕對一點都不有趣 不是很見出奇的事 應該是好的 如果你對球隊 經常都 很靜 沒有動 根本你的球是差的 沒有人會想你的球員 是吧 就是 你強於 亡馬 巴塞的球員 都經常被人想的 不是為甚麼 失驚無神 拍到又會 在巴塞被人叫了 去 這個車路士 就是 基本上 我就覺得 一點都不是一個有趣的事 如果我做到球隊 最好你每天都有人說 怪我國 那些好東西 難話給人的感覺 尤其在這一刻 唐鶴和阿芬說 我也有個感覺 就是 裡面幾散 喜歡怎樣就怎樣 我告訴你 中間很多東西 都空越來風 未必留意 無因 有些球隊 過往 你可能 沒有涉及這個圈 剩下很久了 神奇時期 周時都是這樣 他會輸給 在藥隊那裡 慣勝了 幾次都輸給 你聽我說 輸給那些藥隊 藥隊好像流浪 那些 他每一次都會掛 我們想要哪個球員 過來我們那裡 這個很可能 是一些 對手裡面 放出來的 是 放出來的東西 就說 可能 A軍某球隊那裡 都沒有人找過去談 但是 原來 在B隊那裡 那個老闆說 喂 你知不知道 A軍 黃加馬德里 想找你 我跟哪個 他那次喝茶聊天說 他那裡放風出來 影響你也不一定 就是 你中間 肯定有些 這樣的事情都不一定 基本上 我覺得 不需要有趣的 這件事 也都再說 生意佬 生意佬 他搞球隊 搞球隊 其實 全世界裡的球隊裡面 那些老闆 很多都是生意佬 但是 一件事 很簡單 你是怎樣去搞 你不要去 你不懂的 你就去 我只給錢 你幫我拿費 他不是生意佬 他只不過 在摩連動交 你總之幫我捧杯 我就開心 這樣解釋 你不要醉 你又想捧杯 又在那裡參與 你都不懂 李嘉誠 他是 他好像 說笑一樣 李嘉誠 是什麼 專家化 現在又說做地產 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他有生意就做我 我的目的就是賺錢 不要緊 劉爾芬你厲害 你搞我 你幫我搞足球 找不到錢也不要緊 幫我拿到威 就行了 這是這樣的事情 在這場播裡面 就像剛才何雅芬所說 陳少奇都道歉一位 那球十字碼 我在節目裡也不想說這球十字碼 不如帶出另一個話題 讓聽眾知道 你倆都是教練 一定是帶隊無數 去到這一刻 不如在鏡頭前 跟聽眾分享一下 因為去到十二碼 有很多專家都走出來 所謂的專家 王國最多 王國球場 先講講李Sir 如果你去到這個杯賽時刻 其實很簡單 你射十二碼的部署 你會怎樣部署 其實如果真正來說 第一 在這樣的賽事 你是不是一定要有個準備 準備的事情 不是一定贏的 你都要準備到 如果我們真的和波 要射十二碼 第一 你有沒有準備過 是 這個很重要 準備了的時候 你就說 在你的準備過程之中 不是說 我奪利利法那五個射就可以了 你是由頭到尾 後備球員都要練 你會看到有很多時候 有些國家 就算那些 什麼大套決賽州 那些加士那些 突然間失鏡 換個人出來 他是準備射十二碼 原來這個人 人家說十拿九結 他不是 他一定是十足修成 一定是 射入硬的 那些 他什麼都不聰明 就是射十二碼 最聰明 也都好像 有些國家的守龍門 到時候 換過龍門出來 他就是專門守十二碼 這個是準備 第二 在比賽裡面來說 就說 作為教練或者領導層 就說 你怎樣去 將他們釋放 讓他們沒有壓力之下去打 剛剛最好不要說這場球 我昨天就去參與了一個 五人足球的比賽 學界的 出席去那裡幫他們做攀長 看到決賽那裡射手言話 小學組 一方面的教練 一隊的教練 不要緊 你們隨便射中就可以了 入不入不要緊 射中就可以了 另外那個 他們很緊張 那個教練反觀 最後 贏了那隊 就是那個很輕鬆的教練 當然可能他之前有準備練過 但是他給到他們 小孩說不要緊 你射吧 不入就不入 沒有所謂的 這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壓力很重要 現在 有些傳媒方面 或者公開一些討論方之間 雷黨 有些少奇的擁躉 他那個情況之下 因為他跟 游紅輝都相對了很久 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可能射哪個角 哪個道數 他都已經知道了 是 那一刻少奇 可能是想這樣 想這樣去做 那這個 是不是真的 不得而知 但其實老實說 如果給我射 我不管的 我是射那個角的 我永遠都是射那個角 你的安排和部署會是怎樣的 很簡單 第一 第一 我一定找一個 乘數高的射第一 射第一個 因為起碼他入了的時候 後面就穩定了 是 不用壓力大 因為第一勤就死了 已經落後的壓力很大 是吧 到中間那個 又是一個很穩陣的 這個是轉類點 是 因為射五頭的時候 如果頭那兩個入 第三個不入 你就已經又再次一個大混亂 明白 是吧 這個很重要 但你會不會找龍門射的 多數要 他有信心我不怕的 我試過的 是 我試過的 我找龍門射的 還有很多時候 很多龍門是很厲害的 是 很厲害的 最主要就是 他本身一樣東西 是 他有沒有信心射 他沒有信心射 你不要逼他要射 有得去射 我告訴你 射十二馬 很多好的球員都經常射失 是 巴治奧 是 我不射失過 薛高 蘇古迪斯 一級的球員 是吧 反觀有很多塞仔 他又會入眼 阿芬你本身打的隊伍 你的十二馬 你又怎樣 其實 因為你知道 我以前小時候跟李sir 不 別這麼說 千萬不要這麼說 我都完全認同李sir的安排 因為為什麼 第一 講回我小孩子 青年軍的時候 我們去練的時候 是會有 練完球 會安排一段時間 是練射十二馬 當然是說笑也好 玩也好 但是 會安排 因為這個安排 第一 就被我們接觸一些 所謂習慣性 事實上是有壓力的 不是說我們隨便走過去 因為 我第一篇報道 原來 在重要的賽事 球員走過去 那幾步路 原來有些人覺得他是幾里路那麼遠 一步一驚深 是的 那個壓力 真的不是 沒踢過的人 他不知道 究竟 左右 當然 這是其中一個情況 就是 回應一下李sir說的 就是 之前你怎樣去部署 究竟 不是說 哎呀 喂 家事啊 家事三十分鐘 哎呀 喂 要射十二馬 不是這樣的 是之前已經準備好了 除非 我準備好了 他突然受傷 我才有 因為否則 那些事情應該已經是倒閉 就不是到時候 那 讓我想一想 你出去吧 不是 因為如果這樣 就顯示 你沒有準備 沒有準備 那當然 你說 回應 你射到被人擋到 那些 我們不是去談論那樣 當然 葉宏輝有她那個 表演 陳淑記有她的表演 但是當然 我們現在說 那個賽事已經完了 就是完了 不過 我們說回十二馬 那個情況 都是要 就是作為教練 你一定要 因為 開球之前 你已經知道 這場球是一場過 還有家事 家事之後 就要射 你就不要 到時死了 誰打誰 這樣就亂了 這個是 我們那個經驗 不是這樣說 我想大家可以認識一下 就是93年JLib開始 JLib成立初期 是沒有和波的 總之一和波就加持 加持 加持 如果再沒有入球的時候 就一定要射手連打 是的 如果黃金入球的時候 不是黃金入球 最後的時候 他那個情況 就說 加持的時候 哪裡先入球 他又有分 輸了那一隊 都是有分 是 不過那個分數 就是入球 贏那隊多一點 是 就是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做法呢 喂 是 貪得意嗎 搞這麼多事情 是 真是抵人日本 抵人日本 是成功的 是 在那一刻 他就已經訓練過球員 你的心理狀況 你的體能上 你是隨時要準備 120分鐘比賽 隨時要準備 是射十二馬決勝的 是 即是在那一刻 他就要訓練到 有這樣的來力 是 第二有這樣的壓力 應壓感 嗯 所以別人很清楚的 所以昨天 我看長波的時候 我太太就問我 哎呀 偉豪 剛剛傷好了 是 他踢了八二分鐘 嗯 他入不入 還叫他射 是 他還沒射 我說他入硬 是 一馬八很漂亮 嗯 從小 但是 就是這樣給我說 好像一個外援球員 跟我說 Do you training Not today or yesterday 是 Long long time ago When I was young 當我很小時候 已經是訓練了出來 五個場 嗯 這個就是這樣 但是那個時候 我們譬如說 我記得當時 黎祥曾經跟我說過 除非你決定那個小朋友 是抽筋 如果不是抽筋的話 越害怕的球員 你越是推他出去射 為什麼呢 你跟著黎祥最多 個人有個人的 個人有個人的 其實可以說而已 不是這樣的 他都是 不是真的會推他 不是真的 就是 其實他可能說 在那個時候 尤其是小朋友 青年軍的時期 是 有得他都 你要承受的壓力 不是你將來就沒有成功 對 所以那個想法不同 但是在那些重要賽事 比如我 我們出去外打打青杯 怎樣的賽事 他都是找一些 有信心的 有技術去捨 因為普通 他不覺得 在香港 你贏過青年盃 有什麼 這麼厲害 將來的重要 你現在 很容易出的 習慣上去 當你一受坐折 就掉樓 這個不重要 他是要你 要習慣了 你現在受不了壓力 我就是要你受這個壓力 又再問你們一個問題 曾經試過 世界杯決賽州 或者歐洲國學會決賽州 有些教練 去到十二碼階段 他還有換人名額的情況下 他都有選擇換龍門 那個龍門 撲十二碼 他的信心大 又或者換一個球員進來 那個球員其實 射十二碼的信心會比較大 你們其實也會這樣做 但是你們會覺得 我沒有理由換龍門 很想過換龍門自尊 如果這樣換龍門 都不是 是的 其實這一刻 你所有都要 我所說的準備 沒錯 準備 我要令龍門理解到知道 他是給你優勝的 大家去試 大家 就是 你平時都練習慣了 真的 我射十球 我最多都是夠九球 他這個 射到你誰過來 他就十球十球都夠到 就是 球員不會有任何解體的 明白 一出到換的時候 用心 就靠你了 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這樣 所以不需要害怕 這是很肯定 是 OK 大家都可以知道 兩位教練的心得是怎樣 其實說回那場球 我相信 牛園經歷過南華這場球 最難得的 做統帥最難得的 能夠可以 昨天看直播王英貴說的 說得對 當一對球強度 譬如說4比0 每個人的 打上去難度不大 但如果牛園 這一刻來講 做了家事 做了十二碼 其實他大一場球 等於大三場 大概的經驗 因為他經歷那個心理歷程 都很大 他始終 他還是一個經驗 不太豐富的領隊 要經歷這件事情 其實 心理壓力也很大 OK 其實中間很多事情 如果一些有留意 一些比賽的時候 你會看到 基本上 牛園是受壓力 但他很好運 他隔壁左右手的那些是身經百戰 他基本上如果給我下去 我不怕的 強如世界級的教練 當年巴西國家隊教練 他的助教是誰? 沙卡路 沙卡路是怎樣? 很有經驗的 他是三個身份都拿過世界杯 球員時期拿過 隊長拿過 教練拿過 為何他要找那個? 第一 這個助教已經可以夠壓力 去壓住那些球員 第二 那些球員會怎樣? 哇 這麼猛料的人都是幫他 這個教練一定很厲害 還有一件事 作為一個教練 很重要 助手很重要 當最危急的時候 因為你可能的頭腦沒有那麼清醒 助教的頭腦清醒過你 因為你的壓力比他大很多 如果在那一刻他做到幫到你的時候 很重要 如果不是你隔壁的人都靠不住 你要靠他的扶手 原來是三重拐掌 不死 這個很重要 而且很重要 好 節目來到這裡 到此為止 留意我們有個特別節目 因為這一週的賽事本地球就停了 只剩下散港杯 我們都會有一個散港杯的特輯 看看 到時我們再看看 好嗎 好 節目到此為止 再見 拜拜